来看一下这边的选人啊 其实这个 其实阿扣拿到大月玩这个事情是比较香的 对 今天把第一手又给到 这就艾尔夫昨天迎晚季是 大月玩彼岸花 一针的拿 对 然后上路配狸猫或者泄姬 其实这三手选下来整体的阵容就很扎实 不管是控制链也好 还是说 近的衔接包括在前中机的一个节奏 强度也好 都是有的 那么后手的话上吧 呃温泉 呦呦哎呦听众就是温泉召唤出来了 但是确实也比较自信吧就前三手直接掏 是的嗯 文九二的犬神是很有说法 有的但是这一手我不知道辅助位啊 lf 会不会考虑去按一按就是 小圆这个点 其实把预赚金给拌了 预赚金给拌了 这个一个 很好的呗 这个预赚金再给 LF这个太香了 LF那天已经ONG 就是花驴丸一拿 基本上节奏就稳了 好的 看一下最后一首 怎么考虑去搬一下 感觉双方的一个班人 其实针对班会做的比较多 但是先手方这边的话 可能也是研究了 最近LNG的一个选择 去拆了一下比较关键的一些点 放棒子 天底下搬一下 等一下最近没那么香 耶 连接神 这给到文九 文九都不用带改了 是的 之前就是嘛 就是有连接神的情况下 他的犬神是不带改的 对 主要是这个带改 前中期会放弃一些东西 但确实有用的时候啊 真的还是能出气不意的 没错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四首的选人 这边下温商人组 其实都没有拿 凤凰虎 这算是今晚近期辅助的 一个拿手攻博 对的 其实近期有很多队伍 玩凤凰虎拂助嘛 原来搭配阵容 而且凤凰虎拂助 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 它这个无论是对线 还是说帮打野 那个被动都可以让打野 或者说射手换血 更有力 伤害还挺高的 对 而且方王我近期搭配一些阵容的话 感觉技能combo 他那些小技能也是可以拍上一定用场的 看一下下路双人组 这边怎么去选吧 锦纳罗加胶图 锦纳罗昨天一篮是有用过 然后表现非常的出色 对 锦纳图也选了出来 那现在LGM的射手位怎么考虑呢 能选的点还有 但其实好选的没有说特别多了 现在妖狐被扳了 而且预转金也没有了的情况之下 什么二口啊 哎呀 选青蛙子 今天青蛙子上场率好高 是的 就是这个试神的话本身拿出来 当然我们先抛开它那个柔点的运气成分在的话 本身的话也 如果摇到三排自己也本身带一点保密技能 然后呢也带一些小控制 可以去打一打 对 因为RGM的战装输出能力比RF要更高一些 但是RF的爆发能力 比较恐怖 而且就是按照我对RF和RGM两支队伍的了解 他们会比较拖节奏 打得很稳 嗯 差不多到23分钟左右的时候才 就跟别人队伍15分钟左右差不多 嗯 其实 去做事情打团 对 就按照他们平均时间来算 但是其实你看这种的话又会觉得合理 对 因为你拿单代出来 无非不就也是打一个4E的分代或者牵制吗 我才提价龙虎 嗯 那么这局选到的话 第一局RF和RGM感觉火药确实也是十足 而且大家对于双方都是有做过赛前的这个准备的 这种原来剑拿下来之后和队伍整体的适配性怎么样 我们得期待一下 我觉得可能压黑剑作用可能没有白剑大 但是如果你压白剑 比安花大而进攒个满花魂人又进不来 这局原来剑的作用我们可以先把期望值拉低一点 关键我觉得凤凰火和这个千鸡的配合或许会是大团获胜的关键啊 嗯 我现在看到哈尼斯的比安花还能想到昨天那一局对方在摸蛇子 他那个正好卡了个三角槽 嗯 卡得死死的 那局打来了之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是PMVP的 换宇 好像是 嗯 他们下来之后说 哎你说这MVP怎么给呀 你说这扣的这人头多 但是送了一波 这哈迪斯打的是好一个人头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确实啊 嗯 这个也是蛮难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评呢 怎么评呢 如果给你呢 给我啊 嗯 我如果评的话可能会给到就是我不会太看重KD吧 我觉得就是场景的发挥和表现会更关键和更重要 嗯 因为如果你存按KD或者说其他东西来排那么辅助这个位置往往很亮眼但是会不会忽略掉 对的 嗯 所以整体还是要看着对于节奏啊对于走势的一些影响吧 是的 嗯 我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啊 LF包括LNGM感觉近期的一个状态LF是有所回暖之后还是感觉表现出来像他们之前的那个样子已经回来个七八成了 这个这个七八成啊嗯怎么说呢 他也不稳也不好说因为前半段LF在常游赛的表现真的是让人提心较胆的 是的嗯 以至于我现在对于LF的整体状态就是说再看看再看看确实 对三个字形容就再看看 有点观望 反观LNGM近期是真的很猛 很猛对 所以你刚让我猜的时候呢 我其实满想猜个3比2的因为我觉得是有个档 你猜的就是3比2 对啊我就是猜的3比2 你觉得就是LNGM近期状态很好 然后遇到有波动的LF搞不好的 是的 然后我感觉就是看第一局 一局 哈哈哈哈你这还蛮干脆的哈 一丁壳呢是吧 哈哈哈因为第一场加大班就是第一局 第二场第一局谁赢了盘谁赢 这麻了是吧 没有我那会儿跟那个摁的 还有那个TK的那个教练逆风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这些谁赢 就是包括Derek也是 我说你们这些谁赢 他说第一局谁赢 谁可能就真赢了 大家都是干脆的人 主要也确实是会有这个可能性的 因为你第一局的时候先摸这方水 平时训练在你也会有这种直觉的 是的 然后你看就像现在他不进球 我就感觉哎好来了 好双方的第一局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在这一局里可以看到蓝色方式 Alpha 红色方 我是本章姐说乔野 大家好 我是阿鲁 也许提醒大家 微信搜索金小电动学校程序 京东电机旗下专注大学生的3C超越圈底 认证学生会员几个抽取iPhone14 更用大奖实际等你来站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合作 我们的金小电动师对本次OPIO之类 在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是的OPIO选手通购 对付与相关周边存在购买 当中所有购买 对付的玩家有概率或者选手 亲笔亲笔交换 更多什么钱 你扫卖小屏幕二码 或者登陆是功效素小程序进行了解 哎 大家双方开业和分线情况 这一局的话 敌方是属性的换线了 敌方是属性消失 还是想先摸索一下对方的开路线 想进想看一下吧应该 嗯 我看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而手比较长 什么东西啊 可贼的时光 小尾 这个降服 捏得很死 就这个位置 确实如果对方来看的话 现在很多队伍会选择一级的时候 换线去看的 如果说你要是这个降服没有捏稳 被抢了 那可真的是有点炸了 是的 里面更加稳一些 你知道我我为什么沉默吗 因为我想到了我曾经那样被抢过 你啊 是的 这是我们平时打RUNK 秉持着一个理念就是早用早cd 我们降服会在野怪刚刷的时候 A那么一两下 有的时候就野怪刚出 然后A一下趴直接叫降服的 对 但这种时候容易什么呢 一旦开爆失业万一 你交完降服了 参个人出来了 被抢了 怎么镜头装我们了 三天漏了 迷了是吧 没有 现在的话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嘛 嗯 那么也不急啊 你们最局 现在的话刚刚进游戏 我们看到的是 换线的情况 而且是对于 RCO的这个野怪的开路线 进行了一个 监测 现在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 我觉得这个 谁谁谁技术有问题 我觉得特别是要我们去处理一下 十个人谁谁技术有问题 但是我分身乏术吧 对 我给你去吧 跟咱俩没关系 就是相关人员就在处理 咱俩是解除 就如果如果咱俩忽然少了 就咱俩忽然对人处理了 这个问题是出在咱俩身上 就是啊 就是开个玩笑 那么就是今天的话 第一个大厂时间 打的会比较久嘛 正常其实我们应该是 四点半左右开 但是今天的话 哦 没带表不好意思 看不到几点 不是 刚没带表 咱俩就没有 买不起 对 不过 我本来有个那个那个 就是儿童书表的 我以为是画的呢 今天洗掉了 哪天突然一看 乔老爷手上没有表 昨天洗澡了 是贴贴袜的 对 不过这个阵容选择下来的话 其实 扣都选到一个大跃完在 前中心的一个节奏 你看他们前三手的选择 就很扎实的 哟 来了 呼叫了 声控的 这波是想要抢达摩 但是我们助教文哲线只有两级 双方都有强服 扣的这边先下半血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有三排的鱼 走过来 扣的藏下视野 想过来搏下强服 拿到了 这波 然后拿到这个达摩 让付出代价是小伟的冰头 是的 有出生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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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 这个位置夜幕怎么前是一个一级的状态 没办法 我们看一下刚刚这波回放了 但是 就是吃着这个达摩蛋 然后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小伟其实已经扛的 相对来说已经招不住了 但是 阿扣没有阵亡 这阿扣第一波冲上去 想要凶一套 但迅速被打回来 嗯 打退之后 鱼 这波捏了三排挺关键的 是 这一局下路的也是自愿杀新的 是个生气楼啊 就要看LMGM在这条生气楼 一分半左右的一个时间怎么去处理 现在毕竟是一个人组的进账 有 我这边看到了 而我这里就很舒服的点在于 虽然说被拿到了一处之一 但是 他们控了双达摩 是 双达摩的 事业加成 包括经济 经验加成挺高的 嗯 来人了 哈里斯帮主来解线 他在前期这波冰线处理 他就想要直接这一波大推进一线 然后再去动 是 感觉从冰线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他去下路解不了线了吧 啊 他解下一波线 然后中部这波线是扣的吃 是的 整理来说 其实LF这波冰线是赚的 那 本周现在的话是到了5级这个地方 来了 想抓人 啊 MMP从招 顺步之后反手发推 西兰保下顺步 保不住了 很厚啊 对了要命 差那么一点点了 这一波的周园把对方 打得很残了 但是 与此同时啊 这边也是有人神心了下来 突然想起之前那个节目里 哈提斯现在开始会给自己自我催眠了 哦 他来抓我了我该走了 他他自己会给自己下任务 是的 其实这是一种好现象 这个位置 有个大学 小伟刚刚是被迫支援了一波 然后哈提斯不得不去上路一直吃 没错 这种情况下 哈提斯他会越来越难受 因为你看天机 中路单吃还蛮舒服的 吃完还能动 是 哈提斯现在是代替小伟的坐牢 这个位置确实没办法 支援了一波嘛 大家现在双方 嗯 盛气楼刷新了 这波想要去打团 我们注意一下 LMGM的双人组啊 那边绕了一下 但是青蛙瓷机选择又回到了线上 但是 风黄火来了 注意一下 侧翼的这个草的位置 是被 小伟顺先占了 而看事也其实看到了 急得风黄火 盛气楼这波 而不先摸 青蛙瓷机好像来不了 找人 小伟这边先来一下 正面 视野犬神 吃了一手白镜 看一下怎么找人啊 进来 博下降服谁的 扣在这边拿到 拿完之后 别花大招技能 在这个位置 直接把白镜给破掉 雷霸大镜的反手砸 回到燕姆子 燕姆子第一拐 镜子被打空之后 第二拐血条 也非常的危险 四人几火 直接留下 是的 那么这一波 其实LMGM想要靠白镜 去博一个降服机会 因为鱼不在 他们是不可能 就是想要去赛 这一波博命的 那么这拐的话 可能也是想要去尝试一下 如果能抢到就算 但是与此同时不在的话 于是单身一人 把上路的一塔给推掉了 我眼看更粗的 这个降服很稳啊 你被夺蛇了 你也得有点稳是吧 昨天也是抢蛇 今天博强服也没输 现在扣的是9级啊 这边比对位的文哲要高了2级 然后经济方面的话也是领先了6000 没错 这个单代点 如果说现在在经济方面 能有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压制的话 其实在接下来的 这种四亿分代 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 就是一直会被牵制着 单挑的话可能还挑不过 那下路先看一下 一蓝 有机会把下一塔直接推掉 比较镜像的换一个路 别路一塔 这局勇爱晋的白晋 我真的有哭过 就是很容易被比较花破晓了 然后压黑晋在黑晋存在的时间里 有点难秒人 前中弹断 打几只可以 上到一 四到一 或者有机会 叶元火拿下来 其实 叶元 稍微止损 绝对不能说不亏 因为这毕竟是圣骑楼 是的 有点难 尽管换了一座 上一塔 但其实 也没有觉得转 是的 看一下 这个位置 青蛙瓷器的话是 把兵线往过送了 但是扣的暂时没有漏视野 侧衣这个位置还是在蹲 扣的一个人啊 这边队友要赶过来支援了 身心下来 侧衣的话 补助和中路 往队友的身边走 烟幕子这边状态 不太好 得先撤一下 这犬身开始戴起来了 你再消除一下扣的动向 哎 你妈大姐们先砸一下 这波砸到了鱼 反手挂餐牌 交一个分身先走 这位f想要去逼团 但是被化解掉了 下路 犬身马上把 现在的塔内了 再去处理一下 没人处理 大家玩先赶过去 应该是要吃一层塔皮吧 不吃很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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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好像是闻到味道了 这个不眼馋吗 就真的很眼馋 我觉得很想点了一下 但是确实文章能克制得住 是 就不摸 这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犬犬身的犬种啊 得是田园犬 哈哈哈 不该自己吃东西不吃 确实啊 就是用筷子夹的 他不动 放地上 比较稳定的 比较安全的 再动 自制能力比较强 只能说 但是 你不吃 鱼来吃 这不鱼吃是最好的 确实是射手提前他的 双美成型速度 那么看一下镜像的这个位置 叶兰 再上路的话 我们再吹一下 能折 你这人 不太好手 不太好手 确实有一点点 难啊 就差点被推掉了都 拖了一波时间 是 但是注意一下马上第二条 升级楼也要上了 但是那一波时间拖完之后 大跃完现在可以 尝试展开自己单态节奏 这个位置 升级楼 后来今天首先来四点 好 把人逼退 天呐 这波如果扣得回去补的话 然后家们直接就拿着升级楼了 是 想尝试走过来看一下这边视野 小伟走进来了 小伙子 现在拿到这个升级楼 是的 这个 放逐没中有点可惜 小伟有想补 但是来不及 哎 这一波砸进去之后 紧拿罗那儿 今天在人情中刷出了茫茫高叔叔 白金宝夏 里面这边瞬间交掉 但是看一下 紧拿罗这边一丝血 可以往前追吗 你这边 脚粉身 衣补高 直接挂死双口之礼 是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反打 都以为外的那个位置 能过来点一下 结果没有想到 人头收在了青蛙瓷器的一个平安里 是 我原本感觉要撤了 但是忽然 小伟和叶兰就冲上去了 对 我们看一下这波回报 这原本感觉 F就收拾还蛮高 但是一瞬间的反打 我看一下这波好像是 直接打三个 对 打到了三个 然后 凤凰火卷了一下 哎呦 凤凰火这个卷夹顺步 非常低水 是 人脚很残啊 咱们拉开身躯 你看这个位置 也是被青蛙瓷器过来收掉的残血 别墨蛇 天墨啊 很果断啊 平安滑线手里没有来很关键的 看一下 走进来 这边是也有的 扩托强不相符走进来了 青蛙瓷器 哦有些拿神奇牢再拿大蛇 是的 这么怪 小尾被留下 这个青蛙瓷器你是打野吗 怎么 怎么能在打野的手底下 连打 两个也去资源呢 哇鱼今天好猛啊 啊 确实 鱼今天 确实猛 好这边麒麟一拿 那现在的话 这两波连环节奏 一波是神奇牢 另一波就是大蛇的节奏 也是把经济啊 从原本的差不多持平 直接拉开了三千多 是的 就感觉LNG的 现在这个运营 包括野区资源的一个质化 真的是成长速度很快 你看这余天这装备 马上四件套 然后紧纳罗 夜兰这边就两件套啊 经济差了 很多 两千差一个大剑了 是的 人家这边出到了锤子 有冰线 但是这一波冰线的话 看一下 猪 犬神在带 LNG今天要打破新魔了 有没有机会 这两个队伍我感觉无论是一 不会超过四级 就如果LNG 可能也是3比0 3比1 因为从这次来看感觉 研究的还挺 挺透的 我加白金 我能给张开 白金真的被破掉了 这个白金很难受 经完这个位置 拉到人体当中了 还好有个服復 这个1点 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双方能不能拖住 就按以往双方的一个 招手情况来看 或者说双方的 节奏属性都属于偏拖的 20分钟左右才会有大节奏 但是 但是目前LNG的优势很大 还真不好说 就是那两波连环节奏 直接就起事了 是 而且最关键的是 RF的一个制衬法宝大约丸 在这里局的成效 并没有特别的显著 上路兵线很多 蛮困三波线了 但是 上中下兵线 是有一个时间脱节的 很难进啊 你才能处理 而且他们处理的很稳重啊 对 只能拔一拔外塔 也不会是贸然推进 我方防御塔 现在这个劣势呢 其实对于RF来说 呃 差了 先试试诶 开白镜了 看一下 看 杨花这个位置 直接挂三给一二 好 整加状态 诶 这一波拉的好啊 境外 拉完之后 能不能往前压一下 这状态不是很好 了 大技能砸 从火这边大技能变 单单被打碎了 裂开 放出给到情话子 谢能留吗 二技能给减缩 分身拉一下 扣到一个人 顶着两个人走 有点不太能顶了 叶蓝过墙 走下 这一波能留下 对方一个辅助 其实就可以了 是的 蛇线结束了 还是比安华 总是能把这个白镜给破掉 是比较 LM头疼的点 是 那么 这是第三条 刚刚各自有点少人的 小伟想要去摸奖 但没成功 手里有三排 LM很果断啊 在尽管是自己检员的情况 还是很快速的拿到了他们的第二条 因为有时间差嘛 你要去守上路线 然后你从上路赶到我身体楼 这个位置 是需要15秒左右的时间 10到15秒时间的 是的 确实今天 暂时看下来的话 目前的经济里线 LMG 暂时是里线了3800左右的 其实 我感觉啊 你运气这么好 打小兵 都是暴击 这个 我只看到了那一波一点 但是没有开战 但是大点数呢 真的是在收割的 打伤害的 没错 他三排挺好摸的 嗯 现在是一万的经济啊 其实比对位的夜兰要 高了两千多 白晶来了 又来了 有个片 想要做四个男 别花 你看这个白晶直接被破掉 但是感觉 LMG好像也就是用白晶在片间花大 好 这样再打一波真的团 你帽家起身 想要留前击前击 前击位置十刀能扣 但是 凤狂火这手剑非常的致命 来说这边还能走掉 紧纳罗紧纳罗 交顺波 犬神在等你 他们的位置走掉 三级的地银下一丝血 顶着人双克之礼 自己圈掉哈迪四叶没了 反正挂三排给普攻 直接留下一步小团面 还剩最后一个扣的 这 两手吗扣的 扣的回不来 回不来回不来 这两个兵 两个兵 有机会有机会 顶着顶着 顶着顶着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阿扣回不来 呃 有神行保险 可以 摁推 摁推 可以 恭喜安杰莫 赢下第一小局 恭喜 这局比赛赢得真的就是 在团阵的数据上很好 然后这个凤凰火 很关键 是的 在 盛气楼的团就是 大家就能变弹 之后 二级能选三个 嗯 三级能转三个 转完之后 帮队友创造了很好的输出空间 然后在后续团战当中也是 对 他那一波其实跟队友的一个技能combo连接的非常好 尽管说本身感觉是LF想转头走了 结果反手杀了个回马枪的那一波反制 其实确实处理的是不错的LNGM级别 对的 然后 这一局 就是云外镜这个大二级能白镜 你如果说上高地 就这样骗你 比较花大 然后给你打 就是先 逼你一波技能 然后再去给你真打 LF它是 必须得接 也不得不接 对 就这种情况就如果说是打军式的话 LF是不亏的 嗯 白镜开了之后我往前压一波 但如果是烈士的话 这个比较花大和技能很多时候是在打盘的时候要 帮队友创造一个输出空间那个三角形 但是 云外镜就 逼着你放 你不放不行 主要确实 这一局LNGM的整体的一个节奏 包括细节 还有就是他们在上高地的时候 整体的一个整齐画一都拿捏得非常好 是 咱们看一下赛后数据 这一局比赛时间15分11秒人头比10比3拳脑输出 最高的是哈迪斯的比方花49442 真机趋现在9分钟之后 LNGM一路领先 也就第二个盛气楼团那个位置 对 那一波算是一个大的转折点 那一波结束之后的又是一波大舌团 按照LNGM教练 N的说法是一局定胜负 一局赢了 他就觉得他们这 这一个大场是非常有机会的 如果是LF第一个大场赢 他们觉得可能今天就比较渺茫 好的 小鸡这家给到了鱼的清华四季603的 给的参战率90 杀战比32 参战率1.9 成长10 这一局鱼的清华四季 确实玩得非常的亮眼 对 抢圣骑楼 抢大舌 大舌 打团又波波三排 反正他还蹲扣的 他蹲在草里面 那很关键的 对 直接被打没了半管鞋 不敢走进去 对 那一波是把扣的打退 才能够直接去拿那个圣骑楼的 是 好看一下这一局的高光时刻 我说现在青鸡不是也在吗 我们看一下LGM的这两首选择 圆节神也在 圆节神在的 安娜青鸡都在的情况下 LGM怎么选择呢 就是现在犬神没有了 其实还是 挺难受的 这个犬神还是挺核心的 对于LGM来说 那现在哎 直接是狸猫加上预算金了 就把你好家起身的点给你摁掉 嗯 那你上路现在能选的东西 不太多 不过圆节神可能会是双方挣扎的比较紧 因为打三代的话圆节神尺力还蛮大 是的 不过Alpha这边街辅士也着急选 如果能选 其实化金也能选 圆节神也能选 对 都是能够去做一个搭配的 你像搭化金的话双压 如果打上圆节神去打一个C奔带 对 但是关键是你如果 这二三手不选辅助的话 后面可能会被搬掉 对 也有那么一种可能 LGM他会第三手拿 这样的话 还是考虑到 这个点的话 第一能凑搭的第二 针对一下对方的一个阵容 先选 安娜加上圆基神 第三手直接出归石黑 看下后续的单位 射手 搬黑 对搬上圆 那么LGM这边的话看一下要不要考虑搬 嗯 储助吧 轻机 轻机扁花或者轻机 应该是轻机扁花轻机轻机也有可能 嗯 感觉LF如果搬中的话 因为你扁花其实搭配鬼石黑搭配礼貌 这三个机能combo的组合还是蛮恶行的 说实话 我已经猜到LF的上路大概会可能的 啊 搬到这份上了 嗯 什么摸 什么摸 他们交易 感觉概率还蛮大的 有角度有角度 突然想起昨天那个什么摸被 被一万个人包 豆子得搬掉 然后这样就逼你选什么摸 是 好那看一下最后一手 轻机都搬掉了 要不要再去搬一手前击或者扁花 双击 嗯 现在 辅助位没有拿中路位也没有拿 嗯 辅助队还可以继续放后我跟他们 然后中路比昂花就 刚刚可能会搬的点 总会放出来一个 是的 别锁一下 然后 射手和上路的选择怎么考虑呢 什么摸应该是会选择的 因为没有什么好上路 可以配合大一碗 哦 那研磨锁的很果断 这么快的磨锁的 不考虑其他的 两将这局 揍一手 小房子还在啊 但是选下来之后 搭得了 而是这个阵容拆房子速度一般 但是很怕什么 我一直哄你你就进不去 那么 考虑一下吧 其实这边搭了鬼屎黑 如果说考虑 还可以凤凰火 你凤凰火自己就好错搭子 啊 有北岸花有鬼屎黑 有鱼猫 确实如果考虑到技能抗爆的话 上一局玩的比较顺的 凤凰火确实是可以考虑再拿一手 是的 而且上一局凤凰火确实勾的好拉的好 再来一手 上一局那凤凰火印象比较深的是 下路高地出镜团 勾一拉三 就随便够谁是陈泽哥 是 其实 还有就是 在下路盛气楼的那一波就很亮眼 是的 这套阵容选下来之后 RN节目支阵容打团真的很扎实 是的 其实 其实在他们这第一手第二手 就于战斤加上礼貌的话 其实也有猜测到 可能会选一个偏团战的一个阵容 这么一选的话 控制 前排 其实坦度 包括保护能力 其实也有了 还比比较全面吧 我觉得RF今天在第一局的表现 就面对RN节目的表现 其实没有昨天打弯机那么清晰 他们昨天打弯机是真的很清晰 那个思议 就是我知道什么时候去 反对你 去抓你解线的人 或者说去烦你的野区 今天感觉RF就 没有太多种感觉 很有可能是RN节目处理更好吧 是的 不过看看吧 我觉得第一局 有可能也是想看待底 是的 当然 该说不说 第一局的RN节目的 他们整体的节奏 真的是环环相扣的 确实 有些可能就是 没有及时来得起去应对吧 包括你从下路升起罗那一波 到大蛇的那一波 第一局真的很快 15-16分钟就结束了 没来得及 而且第一局 比较关键的是 RF近期 玩得非常好的大游玩体系 这一局RN节目也比较有意思 就我还放给你 我继续让你用 对 有些内容可能 他们之前研究了大游玩体系 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吧 再开始 这一局里蓝色翻RF 红色翻RN节目 目前比分0比1 RN节目一分钟是领先 我是班长姐说乔野 大家好 我是阿如 也是金星大叫 微信搜索 新闻小店的小学区 京东电器 小专体大学生的三岁 小专体认证选中 为几个搜索iPhone14 给我打赏实习等你来干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 合作 蛮精小店 中介绍本次OPL 中介绍的大力支持 OPL选手通关队服 以相关周边 正在这 每当初 选择购买豆腐 让玩家有概率 获得选手 亲笔亲笔小卡 更多市面 详细扫买一下屏幕二码 或者登陆施工效果 小程序进行了解 看一下双方的K&A和分线情况 好 那这一局的话 又出换线 不出意外 可能还会像上一局一样去看一下 游戴一圈 但是 阿科这一局不去了 他选择下开 但是 凤凰火的软金 去看了一眼你的野球 知道你是怎么开的 是的 看一下科的这一局怎么去应该 对吧 其实上局的这个 就是 对方来看 扣的应该是猜想到了 还会来 这局其实也可以给对面看 因为就是对着刷的情况下 两边都能接受 鬼指黑跟你对着刷 他又不亏 很怕就是说你上来 昨天我记得是 打完机那一局 直接扣的就反到了 中文物野区 是的 爽吃了一步 这种情况其实更难受 对 我 不为这 有闻下经验 感觉比较残了 还行 插两下 好 自愈一脚 缘于 埃雷夏塔上 他那我 甚优但是没用 对 而且这个上达摩 我觉得一切罪孽的开始 就是上一局 争夺那个上路达摩蛋的时候 对 鱼拿了一个处处之一 对 然后开始爽急 没争过啊 所以让对方 达摩是拿到了 但是交了个处处之一嘛 对啊 每一个人头 直接给琴娃瓷器 感觉有点瀉飞了 嗯 那行 也弥补了 这两个达摩 1月27 两个是254 然后处处之一是300加7分 这也还行 脸上能接受的 我还在这边打得很凶 是挺凶的 光光换一波节奏 那么这个位置 龟石黑 中路也要过来 跟着对方的打野 把线轻一下 把线轻一下 把线轻一下线 反正把线轻 研磨这个换血能力 现在还蛮够的 所以想要去吃宝 叶蓝研磨这个发育 是的 那么现在整体换完线的话 感觉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现在小伟手里有自愈 三军都知道吧 线版本的大部分队伍 在四者手里上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看来 是会选择到一些 前冲期的不优 好听 前冲期作战能力比较强的嘛 什么妖狐 二口女 甚至零龙一拳 对吧 杰蜀世界 是的 然后在这一局 他们想的是 把杰磨往后拉 其实安娜是没输出的 对 大过期还是得靠 这个研磨加上大夜晚 是的 我今天真没想到 第一局结束那么早 我在想 按照对于两支队伍的了解来说 应该是军下来 差不多二十分钟吧 结果 外面没想到 节奏太快了 就完全不考虑 我不存在不敢的东西 对 让不输 让不死 那么对 那么注意一下 现在LM的所有人的梦想 又是剩奇牢 又是剩奇牢 再往下走 这时间打剩奇牢 感觉LM的盘战不太好打呀 小北手里有身心 你这边有大招 小北先过来 一凤凰虎拿到就剩奇牢 想要开团 放逐拉到一个 这波扬花状态有点不太好 今外先交 外头这边一丝血 但是能走掉 躺在对我怀里 这波鬼是黑 得走了 得走了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在站了 人头也是给到了扣的 这波其实LM还是赚的 我把生气楼给到自己家 然后我给你个辅助的人头 是 稀释宁人 哈哈哈 但你觉得这一波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回放啊 其实小元大招拉下来的时间点已经打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安娜给了个圈 然后放了两个 不然这波可能还留不下人 我这边已经阵亡辅助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不太再想去接了 F这边苏突马是真正没多少 就是控制比较烦 是 你已经摸起来没装备 给不了太多的助力 就是达摸蛋 再摸一下 一个人头 但是经济却领先了一千 没错 我连单带经济差了将近小一千 嗯 特意的话 双方上午过来 手一下 为什么要去分担自己家 叶木嘴的冰线了 但是注意这个位置 放足 直接交出来之后 顺步拉开身具 下路 哎呦 这个伤害其实还是有点痛的 双方组直接被压缠绝线 好 小伟现在可以的大招 打过来 哎 小伟能算是宝伤 能上去吗 好像又被秒 哟 毁伤 一连刀直接撇死了 是 文角手里 摸了一个人头 下路 研磨 一塔 直接拿下 研磨现在的经济 是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对 他们想要用 大跃完这个点去单带 然后牵制 Iron Jam的正面 拖研磨的发育 是 感觉今天 Iron Jam 他不像是以往那种好脾气 我打F的时候 你说 怎么打 不然咱就怎么打 今天是不行 其实很多 咱们看过很多的比赛当中 往往LF赢的只是啥呢 他是把你拉到他的节奏里的 对 一旦说跟着他的节奏走 其实就很难赢了 我们基本上把这种情况称作为统治力 就是你必须跟着我统治力 是 你不跟着我的节奏打 你必辅 你跟着我的节奏打 你可能输得晚一点 这就统治力 但是在这个赛季呢 每日我的成长都很大 LF以往的统治力 并不足以支配这个赛季的 队伍 是的 那么上路的一塔 感觉可以直接拔掉了 莫完这个一塔 文娇手里的经济4.5 可以跟对比的经济 扣的只差了400块 现在已经直接追上来了 啥瘤 收益 这个烟火 走来这门视野 拉手放直看一下 那张是 对谁拿到了 这个这个东西吧 还还 这还是那句话 真抢他 纯得看运气 双方其实俩人还是差了两局的 对 但确实 这个降伏法都放了 门角抢到了 那个破绽伤害挺高的 好那马上的话第二条 升级楼也是要刷新了 第一条是给到了LGM 我们看一下这一条怎么说 MMT手力是有大招的 应该一定要去考虑 真的这条升级楼啊 还想接吗 还想接吗 这一波正面白米招 大招这条南一下 可惜了安娜没有输出啊 我们这边大二级的架炮往前再压 特意扣的来人双方雷声大一边小 感觉想要出人头有点困难啊 是的 我缠斗了许久都是残 LGM 这个位置神经下来 中路的一塔想尝试一下 对方也神经下来宝塔 哎卷刀 哎拉俩啊 这一波安娜还能套一下 就在这边变大要留要碎 这人头给到了夜兰 夜兰就很舒服有如天珠 确实 这个位置可能 我刚才看特别有意思一点 是白米招一个人战狼那 顶着L的双C去打 我以为他都要没了 然后把这安娜给他一下一下 哎然后用那个鬼一下一下扒了他 是的 不掉血 哎 那么看一下上路这个 完全不来守这个低塔 但是好像队友赶过来了 能不能清得掉 能赶一下 能赶一下 不去做抢推进 其实现在的话LNG目前 他们在中期的一个节奏分配呢 还是希望鱼能够把自己的经济 往起拉一拉 是的 大雪刷新 LNG其实很会卡这个 大雪刷新的时间点的 一旦让他们卡到一个比较好的节奏 他们会快速的摸射 现在LF经济 闷闷吭声的就反超了 对 但是这一局好像感觉概率不大 而且LF也有所防备 温温温温的动向想充一下 大王现在是单带了 一篮现在爽吃 6800的运动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叶木子 才4000 小维也是 两边的上桌都不太能扛得住 对 都在给自己家打野让线 包括这边LNG 你像 鱼也在补线 也在补钱 越来 在蹲还没有露示意 哎 等他喽 怎么说 拐一拐三 哎哎 大刀就能要爆吗 不爆 不注意 走位先躲下 这个位置 知道什么我要来的 鱼这个位置拉手顺波 鱼猫打了就能砸过来 先断一下后 没有砸到人 这难受 炎魔这边还在架炮 警察这边交一个顺步 打一下打一下 跟两边战场 白米周这个位置有点难受了 大家记得交完之后 这可能要捐掉 完了 被圈到了呀 哎 那这个圈挺烦的 那这样 可以尝试去摸一下这个大蛇 有机会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哦 你就 他这边的状态是满的 但是 鱼猫 鱼猫被沉没了 有点难受 可以反手挑 所以我翻伤 伤害不够啊 但是炎魔这边加暴的伤害很高 大招技能 温哲 斩死一个啊 还能再算吗 有角度 大招技能 算 配合队友 反手 张鱼 温哲 没有输出啊 这波鱼赶过来 直接就是 完全封印 这一波船打的 拉扯 打的太棒了 是的 这一波就是 温哲 正面撑住之后 然后拖到了鱼 赶到正面战场 就它是补给回来的 是的 尽管说 嗯 他们当时的那个 站位是一扫打多啊 但是 温哲 我看到他那个时候 是及时补个镜子 然后开始 去跟对方 换血线 一直在拉扯着 等自己的队友来 是 但是这波说实话 其实很玄幻 就是 呃 你看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位置回放 蛇的话 剩了三分之一的血线 没有打 这个位置 一条 挑了两个回来 其实礼貌已经很残了 但是 这波有个很细节的点 是叶木子顺步到文九脸上 替他挡了研磨两炮 是 没挡的话 这个文九是直接要交的 是的 然后叶木子挡完炮之后 往回拉 文九抓了机会 然后回头挑被动 然后斩 对 但说实话 这种团战 都让人看得很少心悦目 对 没有什么失误 都非常的情云流水 对 上路一塔这边 呃 阿托趁着这个时间 赶紧拆一下 拆完的话 可能在轻易波线要考虑 回去守自己家的高地了 现在这双方的射手 经济 叶蓝 没办法 刚刚已经拿到了三大神器 一线是隐线的 阿托克很高 摇人回来 我方防御他 一倍清晨 你还可以用这个时间 他的说出也很高的呀 有鬼使黑 又肉又能扛 然后还有支出 然后还有预算金 这预算金一万块 对 联邦大尔金砸过来 干嘛 人往后逼一下 联邦大尔金来 在这个位置 前进的间子 之后 MMD先消掉 卡丁色非常的危险 这魂章一技能刮死 铁蓝这边没发手 反手挂大 是的 想要牵下兵线 然后最多想转中了嘛 应该是想直接退中 叶木子很细节 回家 然后补一下神行到中路 是的 我还以为他要到上 把线处理之后 在神行中 这一波的话 直接顶进来 强推升高地 要一波吗 感觉有着想法 就在这边 一接三 叶木子一技能 冲进去之后 看一下 这波要点大人 铁蓝 鱼的伤害非常的高 直接点 直接一波 带着兵线 配合队友 我把而不止水仙加坏之后直取打瘾 哇 哇 恭喜杨杰莫 抢先拿到赛兵 恭喜 太过断了今天 是的 就他们今天这个节奏衔接 就是一波接一波 一点都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是 就是你以为我要跟你打太极不打 今天玩的是外加拳 就是全权致命全权到肉 对 而且这两局整体打下来 你看一局的话是13分钟左右 这局是14分钟左右 14分19秒结束 对 两局时间都不久 跟我们预想当中的不一样 我们开始会以为 这两个队伍 按照他们往常的一个平均时长 算应该是20分钟起的 结果今天一场的果断 而且有点把艾尔夫打得蒙住了 现在 有意思的来了吗 昨天就是艾尔夫研究脱了ONG 然后吃ONG个3比0 今天就前两局 可以看到艾尔夫研究脱了 就你大员体系 我吃那两局 其实有可能是昨天的比赛当中研究的 对 就是现在 每个队伍都在互相研究 包括今天LGD 他们这个比分和艾尔夫打的 算是以弱胜强 对 就是纯研究出来的 是的 战术体系太关键了 是 所以你说现在他们盘出来 那个15连到底有个说法 什么15连 就是他们会根据每一局的 这个队伍之间的胜负关系 然后盘一个大表格 回去的话 我们可以再盘一下 今天可能又有变化了 我觉得胜负关系 能代表的可能就是 那个阶段的一个发挥 最关键的是 每个队伍他现在的战术储备 将会在 对局当中 非常的关键 而且目前的这个 第二轮的比分是 会影响到季后赛的一个 分配对手的吗 对 哇 但是 2比0 现在LMJ 我们拿到赛点 确实是没有想象到 会这么干脆 我们先看一下赛货数据 好 这场比赛的时间是 14分17秒 人头比是9比3 全场输出 最高的是 叶兰的炎魔 41019的伤害 进行曲线 LF有2000的峰值 领先之后 在11分钟 急转直下 对 别反超 是的 而且今天的话 两局其实都是因为 那一波或者两波的节奏 然后导致LM 迅速拿下比赛的 我觉得LMJ 今天打团的配合 真的很好 对 叶兰子确实 那一波顺步过来 帮文桥挡 延魔大招很细节 那波也是奠定了 他们胜利的一个基础 对 因为这两个人 不互相 就是 参幅的话 就是鱼赶过来 其实他可能就是送掉了 就没了 对 好 小学家给到了 文桥的 鬼指黑405的 KDA参程率 百分百 商业单比 245 商转20.1 身上百分之三 这局文桥的鬼指黑 确实是 尤其在那波 大蛇的那波团战当中 很关键 好 看一下这局的高光时刻 这个大游玩 拍买了 这样不会玩的 对 可能是不是也在考虑这点 我觉得他们可能考虑 那你要不搬的话 我来拿一拿 但是 不给 看一下 现在让人家不考虑 在纠结当中 现在放在外面点还比较多 像什么卸击 云外镜 青鸡 包括安娜 这种点都在 好 最后一班 好像确实有点梗住了 好 云外镜 那看一下 冰 LF的第一手卸击 要不要考虑先拿呢 你云外镜都搬了 在上路的选择上 有角度拿一拿的 应该就和卸击的一帽 对 那不出意外 又向上一局的选择呀 凌亡预传金 人间神仙还在 嗯 在的 看一下 RMGAM的考虑 上一局 呦 呦 刚想说上一局 这两个点玩得还挺舒服的 鬼使黑和预传金 是 他们现在辅助不着急拿的点 可能是想在后面 继续补一个风火 对 他们现在有的选的 如果说你在班位上去扒风火 那其实 对于班位来说也是 我耗你个班位 我再选别的 嗯 那么看一下LF这边啊 对方的 鬼使黑以及预传金 锁定下来之后 这边怎么去补吧 中路 打野 这两个点 要不要考虑先拿呢 有一种预感 预感 阿科这局要拿不一样的了 不一样的 一叉码 一叉盖里还蛮大的 不一定 那要么就是 植物 植物 嗯 情侣之宫意料周 中上也直接拿 是 我不给你藏了都 安静姆这边赶紧把脸毛锁下来 是的 盐建成两边现在都没考虑 看一下 安静姆这边 感觉应该也 他会不会搬呢 出于对礼貌的保护 感觉这一手还是得 摁一下 但是LF这边后两手的班位 很有可能是给到 千击还有扬花的 嗯 确实 有角度 如果这样搬的话 先破一下你这边的周上也的三个技能 康宝链 研磨 嗯 研磨上一局 再 就像打盘这一块 差一点点就让这研磨就彻底无敌了 又凤凰火 抓住元凶了 抓住了 抓住了 但你凤凰火搬了 那这边LMGM其实 我感觉都不用考虑元几神力啊 第四手优先选 这一手班位甚至可以给到LF去做 摁火搬掉 那将LF 中度肯定是会放一个的 嗯 千击比安花搬不完 现在你要搬中 只能搬一个 别的这个 真的 是 安娜感觉不太适配 啊 搬掉 搬了 那 那也行 其实不 这不搬感觉 人家 也未必会血 因为考虑到打盘 肯定是比安花 有千击更香一些 但是对线这一块 安娜会舒服 那这边的话 可以先把圆节神拿一拿 因为都 对方的话 亲戚已经选了 而且在班位没班的话 可以最后一手随便补 嗯 对 而且拿圆节神 可以让这个鬼使黑 变得更灵活 是 天井下 天井下 好 那么看一下LF的最后两手 下路双人组 考虑一个怎样的组合搭子 射手 能选的对于叶兰 这间出场率比较高的射手 好像还剩下一个简纳罗 但是会不会选呢 简纳罗选下来感觉轻机的压力还蛮大的 是 亲戚又要拖打野发育 然后要拖这个 不由 啊 简纳罗加上临近神锁下来了 对 那么 所以GLF的阵容 其实还比较 看似有点偏前中期 其实是 想让亲戚这边稳住线权 然后解放打野 打野解放线杀 做一个联动节奏 前中期的作战能力 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吃 装备 好像节目的最后一手 中路 我们选择 这个天机还是比较花 感觉应该是跳不开这两个 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变数的 是 要考虑 技能靠这个练的话 其实正常来讲 我感觉比较花的优先级会高一些 但是毕竟有个圆节神嘛 如果这样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有变数 还在纠结 我都以为LM这样 你他们会自己去把这个连接神拿了 毕竟你哪怕鬼谁带线 其实也可以快速的拽回来 你像对方还有卸击 对于安杰们来说 他们现在是一鼓作气了 嗯 就想这局直接把LF扼杀住 嘿 前击前击前击对线不会太吃费 你LF这个队伍 打盘感觉千击的限制作用 在这个阵容里 也还行 主要是魔人 百米洲的这个千击挺恶心的 确实 我带了个寿魂 更恶心了 更恶心了 确实这种捆绑 这15啊 把货谁开过来 散了吧吃一壶的 对 过来给一个树就劝退 而不在近期比赛玩比较多的大跃玩 自己扳掉之后选择到了 植物 嗯 很期待他的发挥和表现啊 没错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在周上休息之后 LF的话 对于第一局第二局输的一个经验 总结的还是比较可爱的 所以是及时的去进行了辨证 找到了那个 这很关键的一个雷点 对 就这个凤凰虎 这一局的及时辨证 究竟能不能够快速的出效果呢 这个还是可以看一看 是的 这局双方的前中期节奏 感觉RNGM其实可能会偏防守一些 因为回始黑相较于直舞 没有那么灵动 就可以位移过墙啊怎么样 但是RNGM很扎实 他这种打团很厉害的感觉 是 植物得刷 金纳罗得等个三件套 是 目前在前中期可能比较需要依赖点的是轻机 但如果说轻机在 在有卸机 对 轻机卸机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动一动 但是 如果RNGM他给你去进行一个换线的话 感觉机会其实也不是很大 应该是会换线的 好的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马就开始了 我们来期待下这一局的精彩 在这一局里 蓝色发RNGM 红色发RNGM 目前比分0比2 RNGM抢先大的赛点 我是本场解说乔野 大家好 我是阿如 那也是提醒参加 微信搜索金小剑同学小程序 京东天气旗下 专属大学生的3G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为一级的中级 I think 10次更有大程实习 等你来站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合同 把金小剑同学队本次 OPL职业在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OPL选手同款队服务 相关中间正在热门当中 所有购买对付的玩家 有概率获得选手 亲笔亲笔小卡 跟多顺便详细扫标下 屏幕二码或者登陆失控像素 小程序进行了解 看一下双方开业分线情况 现在基本上都是上楼 给打野当保姆 然后双方射手互相换线 然后常会发育 但是自己就好像 对上了 对 其实这个位置 LGM今天的话已经 这是第三局 就第三次了 想过去看 那是被摸到了 上来吃了一个闷盔 嗯 这局下路的第一个 也是最能刷新的即将是十具 嗯 对于此舞来说还挺重要的 也不是说特别算 就是有加成的 嗯 然后也能给紧纳罗 补一点输出 正常的2v2 感觉现在来讲 从这个情况来看 看现机这个架势 好像有点想 换回距离 是吧 没有 直接走到线上来 但是文轴是放弃了一个小野怪 直接从上半开 下半期开完往上走 去摸下达摩 双方打了一个错位 是的 而且这两人 换血还比较平反 过来扣一下上达摩 就今天 第一局第二局 倒是刷新的全是盛气楼啊 大家对于野区的一个资助 这个资源的一个争夺相对来说是比较激烈的 但这一局十具我感觉可能就 不会那么激烈了 可要可不要的 确实可以入进来 诶 感觉到了 好 这局扣的是有强服 拿到之后 文轴想反着小野嘛 感觉不太合适 进不了了 是的 线权上来看 RNGM的下路组合是有限优的 上线的第一波 孙草那波试探 其实就占到了一些学生的优势 用普攻藏蛇线 这都挺细节的 卡了个欲出 喷人也不疼 哈哈哈 暂时来讲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 目前的话 好像双方 就咋也暂时这样的情况 可能还需要等到六级之后 才会有动作 现在相对来说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期 增强对线注意 你猫有点难受 哦 吊个兵 是 但是这个兵线 像推过来了 其实会有点 难 还是得回家去补下装备 不过他有身心 可以直接神经上线 那夜幕准备送出 嗯 这很关键 是 也就是说换血再吃亏的话 还是有点不太敢闻经验的 满血的离无害 现在逐渐找回这些 是 下来都是满血来的 什么下路对拼换血 这边也不太占优 毕竟小方的那个拔还是挺恶心的 换血手段 圆巾神 有些 食感 呦 六级的植物 过来摸一套 招好一套之后应该是想要去 集结一波打游户 咱们最想摸一人火 但是上路好像现在没有限权啊 做不时间 帮助就一波吧 要多数打技能 前往这边手里有顺的捏得很死 不着急交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停机翻榴 这位置还好 走位扭了一个内部 写车线 现在倒是文九 压一波状态之后 现在L夫在前面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 15可能会比贵者要动的比较快一些 是 给你赶路比较快 这波自己上路 双人组率先被骚扰一波 本人想蹲的 结果这一波蹲的其实有点吃亏 嗯 血量被压低之后的话 直接想摸 比较不够的 然后你觉得 反正是不够的 鱼这波没什么难啊 这很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开 哎呦 开到三哥第一个 直接留下了鱼 买到最后 这波小房子也交掉 还能往前再追 温球这边 直接被秒再往前压 一波小团灭 这么梦幻 是的 一个夜圆火引发的血案 啊 这这小鬼这一波开的 他这个开的 太厉害了 是的 砸进去 怼回来两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位置 你看 直接砸三个 然后顶一个射手 这个团件 然后夜幕子这一波 大家就没想要就场 但是 圆阶神的免控化解了 是的 很难受 这一波的话 直接也是四个人头进张 经济 拉开了 一千六左右 没错 这个人头分布的 说实话还蛮蛮好的 哈迪斯清洁两个 扣的一个 给到猫猫头一个 那么接下来 其实LF的中野两个人 利用目前的一个经济优势 其实就可以动起来了 是 好看一下 文教这个位置 想找不一下 往上走 三包一 小伟这边手里没顺 有大 摸了一套 刻的伤害 哎 来了 上次了 小伙优势 哎 吵到了 小伙优势 哎 这个一技能摸被动之后 哦 就跟了一刀 这 这伤害卡的也太好了 吧 这一波电了一下尾刀 原本感觉死不了 对 刚好就A到那一下 对啊 这个天气开大 哎 所谓 再来一下 我给到的植物 给蛇线 三级的喷 但是人有点多 哈迪斯 换掉了一个自己也得捐 进房子多塔伤的头恨 就是 人久比较惨 没有进 没有来得及进房子 这房子没放出来 他就已经 阵亡了 是的 这波其实也算是一个 大节奏 看一下刚刚这个位置 速魂啊 对 你看一个树 动不了 转 然后这个位置 文章在扛塔 练了一个蛇线 扛了一下塔伤 直接挂掉 有点难受啊 与此同时 刚中路发生了那一波团战之后 上路的鱼是 单人把上衣塔给拔完了 是的 虽然他阵亡一次 但是他经济反倒是比叶蓝更高 这个 速魂 听你给扣的恶心坏了 确实 怪不得现在 中路什么 呃 一铃变花 什么 树魂千击 服出 安娜 这 这个树魂 比自愿好用多了 就在刚刚那种情况下 对的 你能当进攻手段去用 扣的时候你没顺步 然后三技能又没叠层 直接捆住 对 捆住之后走不脱了 那减速有点恶心在那个时间 是 刚刚这一波节奏打完的话 双方的经济 其实之前拉开1500 现在已经没什么太大差距了 对 军事 现在看双方射手接下来的发育 是 还有打野的切入 会比较关键 中路可能哈迪斯这边会稍微好做事一些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前面也说了 你打到中期 可能只有轻机在发力 然后 植物和紫纳罗 打右哥 对 而且暂时他们还需要继续去把经济和装备往前拉 得脱个三件套 嗯 而不这边 射也都吃这个装备 有 这个射箭 你用下血量 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第二条夜远火已经刷新了 门角往上路走 阿扣还没有射眼 这个位置 想来抓下吗 想去下路 看到了 有点难成功 毕竟是一个小房子 是 你泄机砸过来第一时间 就如果没有秒掉天底下 其实这一波干客就很难成功 好 烟火 现在把他从50秒左右 让人家不要动 我得先把经济补起来 而且有圆节神在 其实先去清线的话 哪怕支援 也可以第一时间 跟着大招往下走 坐带下还挺紧张的 嗯 把这猫往下出 他只要露视也感觉算 他放他不是很好 他得回 远远我直接拿来 顺步 这猫 丁门子这边是直接浇了出来 对吧 阿迪斯这边半血的一个状态 他得回去 稍微鼓一下了吧 应该是要往后车了 看一下小弟这个位置 忙咋 没有打到 惊叹 这波推道很转 是的 但想杀还是难 两边的保护能力都挺强的 这个圆节神的免控 还有天井下的房屋 是 我们注意一下扣的这一波的经济 其实补的还蛮多的 他之前跟文主要是差200嘛 现在已经拉开了700的差距 是 大蛇刷新 这么直接让 又是卡大蛇刷新的时间 这就想卡这时间 因为这时间 让我们这么打开 他确实是会比二部作战能力强一些 是的 而且哈迪斯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有点 小盘 他也不可没升行哎 你推推走哈哈哈 推出蛇线 哈哈哈 这个 振友好兄弟好兄弟 你别说小伟跟叶木子真是振友 但是他们是好朋友啊 是 所以说好兄弟啊 我怎么能让微微伤害你 有点意思 嗯 微微还不回去补吗 他想靠着谁再把自己血吸满 哈哈哈 往下路走了文就这边 因为下路的一塔其实还没推啊 你比一下小伟这个位置 砸过去 不太好开 牵击大二技能 随时就恭候你要往前涌的人 随时就恭候你要往前涌的人 别给你压力的 对 文字手点还是没有顺步 大招交了 文字手点还是没有顺步 嗯 而不想要 先发制人 文字这时候赶过来 时间未必能够 看下队友能不能到 礼貌没大 文字没大的 看下牵击在找人 鱼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主车 扣得到 95拿到了这个大车之后 二不直接撤退 立即撤退 文字这一波不在 其实是没想到的 嗯 所以他那个位置可能还是想拖着 我把下路的这个一塔给推一推 但是 淹幕子在 视野之下把大招交了的话 哎 这波鱼的顺步就被逼出来 就让我们看一下 锦拿罗这边也得交顺 顺步走了 伤害都没有 想象中那么高啊 直接消失 全部钻房子撤退 文苗出现那个位置 瞬间让我以为这个 袁杰神是他们的 最后一看有房子 这条蛇拿完之后看一下 LF怎么去运营吧 感觉一感听这位置还好 对我接了一下 一塔还在 这个蛇再怎么运营 也能运营出个2000左右 就给你拆了 外塔拔一拔应该是 没有问题 最起码外一塔 上下两路肯定可以拔掉吧 对外一塔一拔也去一收 看一下 这个位置大招 直接把队伍带过来 鬼手也直接跑到 上路去处理兵线 嗯 那么人往前 往前走的话 鬼可以把线清完 夏二塔其实可以放掉了 不太好使 所以现在 回家 想要去回防这个下路高地 夏高先不好丢 他怎么做事 现在是13分钟不到的时间 RNCM的经济 足以支持他们打团 但前期是一定要处理自己的将位 是的 可能夏高地这波 有机会守下来的 不太好上 上路兵线已经被文角推过去了 F的处理就一直会比较稳一些 嗯 哈迪斯现在这个伤害 对夜幕子的威胁很大 OK 这个位置 大招是没位中的 夜幕子砸出去之后 吸收一波伤害 看一下RNCM整体状态 并不是很好 有点难受 前击克能要出世了 前击这边直接喷死他 哈迪斯凡凡凡手不打开 冰线处理了 但是中下冰线又赶进来一波 注意 前击现在服务时间30多秒 可以处理吗 可以的 又补完之后直接小圆把人拉过来 中路兵线忙忙多 是的 这兵线就不是太好处理了 感觉中高地有机会了 可能得放了吧 是的 反正不放的话这不可能要出世线 有点不止这个学线 推出来一个 哎 兵线处理掉了还处理了 你们感觉可能会放 哎呦 差一点呢 天导望远的简说真挺恶心的 差点把鱼给喷死是 下路兵线又来了 这个位置 直接开 金鱼这边瞬间被秒掉 现在余剑想找输出位置 但是注意一下哈比斯的死线电脑 上个刷牌还是蛮高的 拿罗这边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队友勇在前面 他可以趁机打输出 三大使你打完 这个空洞还要再往前追 但是和鱼最后一刀五行之阵 有吗 有吗 哎 这波一波了呀 持去大爷 知道 我们恭喜艾尔夫 返回一局 恭喜 这最后一波说实话 就也确实是很离奇 在首家的一个过程当中 没有 活下来然后直接被一波带走 你说这三级比赛打得很快 确实快 三级比赛都是15分钟以内结束的 嗯第一局是稍微更快点 嗯 反正基本上军下就是14分钟多 不到15分钟就结束了 对 呃这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点 就在于 这个直舞前半段有一点难受 嗯 就是那波被千姬给捆住之后 其实挺影响他发育的 他带性一直是卡草 就是偷偷摸摸的去吃经济 嗯 然后后来就是 爆发了 伤害很高 是的 其实那一波的话 也是中路跟上路同时的节奏嘛 嗯 然后中路受人头 上路这边一个人单吃一塔 但是 嗯也确实 就是在后面的那波团战当中 出现了一些披露 当时你大蛇一掉 下路想守的时候发现 呃中路先被点掉 剩下四个人 那个兵线远远不断 尽管蛇线结束 但是那波兵线一上来的话 你四个人 然后被对方卸机抢开 就守不住了 是 那么从目前来看 双方打到第三局 下来第四局了 哎呀 这这已经就是 到了咱俩的生死局了 咱俩 是 刚才算不出去 你猜的是打满 我猜是3比1以内 行 嗯 那这一局14分30秒 人头比是11比3 全场输出最高的是哈迪斯的亲机 47357 嗯 你看这一局 这其实整个看下来 加上这一局前10分钟左右的话 其实没有拉开太多精气差的 大的问题应该是在于那波大蛇文章的位置离大蛇太远了 啊 他从那赶过来说菜都凉了 是的 是的 原本正常打那个时间 其实是 你跟他们打团 作战的这个更强的时间啊 对 不过该说不说那一波 LF抓了一个 时间差 而且小美那波团开的确实好 嗯 对你说的是第一波那个圣气楼那一波 对的 圣气楼那一波 然后我说的是大蛇那一波也很关键 是的 好 小鸡这家给到哈迪斯的亲机 4缸1缸6 参战率91 参战比44 商转534.3 成长23% 他是极少数能在这个版本 玩到亲机的局 今天晚到了 平时都扬花 安娜千姬 嗯 能打输出的是摸不着的 是的 你看这商业占比44% 44啊 确实不少 是的 这个小伟的这个 血迹真的很顶很顶 好 看一下这一局的高光时刻 来看一下你王口德的虚实 是的 上一局的第三班 搬到的是云卖镜啊 好 这一局第一手直接抢云卖镜 后两手的选择 怎么去考虑呢 对方上路已经拿完了 现在倒是LGM对于卸击这个点的话 有一个平地就是狸猫 狸猫鞋鞋鞋鞋其实两个点都行 那如果说不着急的话可以先不拿上 是的 好 然后再说啊 你们说你这个是狸猫的 你这种人 那让你拆鬼神黑出来了 对啊 然后 鬼神黑 应该是得选的 鬼神黑是得拿 不是让你给L不放 它可能就鬼神黑加电话 嗯 这个渠经有可能 上级亲戚手玩的还挺不错的 没错 那现在就看LNGM吧 他们第二局第三局的选择 一直会把欲赚金啊 这些放在相对来说 比较靠前的位置呢 这一局不知道会不会 还跟上一局一样 所以他们上一局出问题呢 是在不经意间 两波 第一波是夜元火 第二波是那个大石鹅 一波打盘皮乐 一波是打盘15 对 不变 一转顶加上鬼神黑 那LF这边是青鸡 直舞现在是没有了的 那LF的第二手 是先出打野的 还是换一个其他的位置 稍微藏一下 这个BP今天就逻奇 第三局开始到现在做得很紧张 尤其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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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背拥出之前有90秒 先拨打野先拨 射虎呢 我暂时在想压力还是在LF这边 对方赛点局了 嗯 对方赛点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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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第三首的选择 上路这个点要不要考虑拿了 蟹鸡包括狸猫其实都在的 那如果说这手不拿 感觉LF可能会第二轮搬了 祝混选择 我们就把扳掉 刚会放个合同组出来 全 眼眸 凤凰火凤凰火 这个凤凰火这个辅助 元凶元凶 我们都差点忘了在这局 因为上局没见到他 第一局第二局 确实玩的不错 这局凤凰火 未必能像前两局作用那么大 云前两局 能跟的差不多多啊 在辅助位上 还有 小元也在 或者是说 别考虑到小元吧 出角兔吧 我觉得你这样要单带啊 所以什么那样带 就如果有个小元的话 可能会出很多 但是他感觉到 所以谁一直在打团的话 山兔是不错的权子 我是说焦图 山兔 两张 而后能考虑 元凯神应该是会考虑的吧 让会让夜叉 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 夜叉放心飞 小元涌相回 夜叉放心飞 初恕自己呗 主要确实 你单带行动射身 你搭配上一个元凯神 像上一局那种情况会 容易规避的 你再摟视野 这些射手是不是有妖狐在啊 有啊 哦对 刚刚就全是偏 忠厚的对啊 就刚刚在搬完这个阎末之后 就说可能会露妖狐了 对的 但如果 把妖狐掏出来的话 其实双色叶加上夜叉看前中期 能不能把节奏滚一滚吧 但还要配一下配下辅助 不知道这一局双方会不会换线 其实上一局的话换线是被对上了 不纠结 不纠结 我怎么突然感觉叶蓝今天也很纠结呢 嗯 这一局不关键 主要压力现在是蛮大的 嗯 妖狐加天井下 哦 对线很强 强强现优的 是的 这一局 Elf如果换线的话 先看一下 就如果不换线正常对线的话 起码是保两个先游 哦 不对 亲戚还未必 安娜的线权加上能力 挺强的 反正下路妖狐加天井下 应该是可以 拿先游 是 看最后的上路这里要补什么了 眼睛猫黑通 东西也不多了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选择 责心蛇属话 怎么 看不定了 那这换线就是 起码两路线优 嗯 另外一件这边是线优的 然后腰活加天井下也是线优的 中路这边的话可能要 看一下杂业 能不能够帮来 帮过来先推一下线 或者解一下线呢 这局感觉RMG的阵容 还是 很扎实的 一个大团阵容 毕竟是有狸猫 然后鬼死飞 这种 是什么 打大团的能力还是蛮强的 如果RM的爆发会更高 所以感觉RMG在接下来 走每一个草的时候都需要 格外的注意 自己的位置 但是我打大团的阵容很容易被小房子一个大招化解了 嗯 大团阵容也还好吧 毕竟RMG这边是偏战装的 不是说就是打爆发 他如果说只打一套大招的话 那可能就一个小房子直接给你解掉 但是你浑上刷起来 一直能等CD就好了 然后安娜慢慢推轨去磨人 欲转金也是 慢慢挂伤害 是的 还是 期待一下吧 现在LF 虽然扳回了一局 但RMG依旧还是两分领先的 是的 其实我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俩的生死局 到底是拉满还是3比1 就看这一局 就看这一局 我原本感觉就是 3比3比1就最多是4局嘛 咱俩从这一场开打之前就就在说 我主要是感觉因为是吃透了你LF这一套 但我没想到LF变到这么快 瞬间就大约我们玩了你也别玩 好双方这一期比赛马上开始 这一局蓝色棒LF红色棒RMG目前比分1比2 我是本场解说乔爷 大家好 我是阿如 也是提醒大家 微信搜索金小店同学小程序 今天冬天气起来 专举大学生的3C潮流阵体 认真学生物业 举个数据iPhone 和更有大厂实习等于来专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和购买 军船的程序对本次OPL之类 在春季赛的大链子生 OPL选手通关对付与相关周边 正在这买当中 所有购买对付的玩家有概率 或者选手 亲笔亲笔小卡 更多售卖行举扫卖下 屏幕的二码或者登陆 施控像素小程序进行了解 我看一下这一局是不是正常队上 好像是的 是的 没有去上路了 但是未必不会换 双方就是下路关里达也不上开 大鲁花已经骆驼了 搬了一波血线 做得还挺稳的 带的是鲁鱼 这鲁鱼有点鲁鱼 曾经额版本是决战鲁鱼精 是感觉都带鲁鱼 全鲁鱼 我深刻的记得一局比赛里面十个人 八个带鲁鱼 十个自信点 太离乎了 这种鲁鱼太猛了 我记得还有交集是带鲁鱼的 有有有 刚刚看换鞋的话 rm 间的下路是有优势的 是的 现在暂时好看 我们目前的面板上的血线视角 那应该是rm 间这边进的命中率比较高 但是二级之后妖狐如果有标 被动标的话可能就要带队向阵鱼 转过来 帮助退下线 不要控上路的咱们的 有点追不过 也正常 畢竟这两个标吃到了 是不肯穿进洞骨的 好 归车在这个位置 这 给了个兽环 有顺的猫猫头 但是如果被挑回来肯定要出事的 好 回来 好 回来 换一 一 哎呦 出事这一步 也走了 这个位置 很极限啊 是的 这个位置就是文哲哎 文哲 文哲没事塔莎塔莎塔莎没事 对这个位置是文哲 进步没有冰了 对 这这一波最细节的其实是文哲的 塔下处理技能捏很死 那个二技能 捏的太死了 他往回拉那一下 确实捏的很紧 但凡早交晚交 都啥不着啊 看一下这个 被动减速 然后一直a 他二技能一直没交 是 拉一下 转 你刚要进塔那个时间给你挑回来 然后你顺步只能拉开 回到你刚刚被挑之前的那个位置 是 配合其实还是蛮默契的 文哲那个 算是塔莎 帐号卡过来的时候最后一颗冰被 塔给打掉了 没事 快速回生 他复活时间比他回家时间要快 反正根本也吃不到经济嘛 这是对于安静人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这个人头等于是 是白白浪费的 这一局刷新的又是实质 感觉上来 这个妖狐应该是仅仅可以把生存 破手里 经济 没有拉开特别多 100块的差距 一两百 进入这边 看一下回始黑是在附近的 过来帮助先轻一下 主要人家们对下路现前的 控制欲望还挺强的 不过让你这么轻易的把现推 推进塔下 是 确实如果说一直在寻寻找换血的机会 嗯 哎 注意一下特别 想蹲来 但是外侧也不太出来 是不是有这么一样 被看到了 小伙 小伙 想不想呢 他其实这个状态就是不太理想 呃 感觉要把自打通蓝了 能留吗 你妈拿就能反杂 哎 一框一下 抢了 这一软火还是给文桥拿到了 还是不让减 不够了 但是下路 又把 新鲜拿回来了 而且 房子打算说明刚刚换血是赢了 对 这个小房子两下被A掉了 吃个塔皮 现在的话 整个双方的一个经济是持平状态 上楼一软火拿完 这条实际暂时没有什么动向 而且 下的性格优势好像现在 很难拿 摩摩托跟叶兰这边 原本有一个 妖狐加天启亚可能会好拿一些 但是 RM这边在 对线这块的处理 时间还蛮多的 再加上 文桥过来 扫了一下 是的 内部的话 其实把妖狐跟 天启亚的顺步都逼出来了 还击杀了一次 插线去 接管下上路兵线 下路 强逼一下 塔皮 想早点解放的妖狐 这塔皮卡到这 妖狐爽死了 队友吃不着 等会他可以 等于稍微走了 偷偷吃一下 是的 你说他是不是注意的 我觉得不是 嗯 原来见神仙回事 看一下叶木子手里是 有神仙的 这个 这个 实际两边 都没有什么想法呀 这个位置 应该是想帮 安娜把线推一下 之后 两人 捷报 往下路走 是的 注意 看一下叶木子在这位置 想找机会 想考虑到有天井下的房子 还是得稳一下 对 对 对 先动手啊 回始继续这一波 没打算过来 暂时要摸上 一场 换上一场了 对 换一下十具 也不推 十具嘛 大家对他都不是很在意了 但是妖狐屋的 妖狐探十具的话 其实也很难受 这波文角的话 单吃吃的 还不错 他这个经济现在跟阿柯已经持平了 妖狐现在已经被解放了 对 等下一波线 妖狐现在一旦被解放 就看他接下来的动向吧 要不要考虑换线去上路 妖狐现在大有可为 上中路可以跑 就是妖狐 最理想的节奏就是这样 单路的塔皮 我都想摸 都想吃 用他来做毛巾鱼 我觉得就变到了 或者这波吃了个碰碰 还好有鲫鱼 血没掉多少 呦 这个大招 自己挨了一下塔伤 这次有个枫园降服 能 承一下 这妖狐想要突然掌握战局的 结构主动权 一直在主动骚扰 对 RF现在已经变成了终于合体了 好清掉这个兵没有问题 马上下一条叶云火也要杀新了 这个时间安大人做的事情其实少之又少 可能打团的时候接下来顶几家鬼就是 一片 哈提斯这个经济有点高啊 不可以你也不知道哪来的钱 也没助攻也没什么头 上路一塔也催掉了 上下两路 我放防御塔 一被摧毁 主要就靠妖狐在带这个防御塔经济 然后往中路赶 想要去磨 太白劲 你找把 就拳起来 转之后看一下鬼神从科技赶过来 想要摸魂伤 但是天下这个房子还挺烦的 很残 这个位置正好回去 温焦这波的切入的时间还挺好 但是天下这个房子直接规避了 主要是因为战线比较短 如果这一波战线是往 也去拉的话 可能温焦会打的比较舒服 而且这家辅助确实也被打的水线比较低了 必须要回家补给 那么 直接打 打过来 先线 主要也是为了保一下自己家的中塔 上路的兵线还得有人先去清一下 有鱼现在5.1k 比对位的野兰 该说不说还高500呢 这点挺爽 他们这边经济分配好像 今天的话 连打四局下来都是这样 中期的话 尽量让自己家的 打野和射手 一人能吃到一路的兵线 就分配一下 这些时间延继了有点热水 是的 我有中一塔很轻松的就推下来了 是的 换了一个上衣 我接下来舌团 然后这些我们的战线就会变得非常的 被动 三路边一塔是被全部拔完的 而自己家这边塔矿 落后一个中一塔 所以这边还是想看一下视野 我打牌 有这边直接通过来 来你吃也帮你吃啊 而不态度很长硬 山头大家今天变到了三个人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这大蛇 来起码一叉一叉 怎么敢进来 大蛇大蛇博翔佛谁的 这一波爱恩节目拿到了 那之后能不能留人 Avenger的 这个山库应该是要美的 留吧 于这个位置 大家今天给到凡水挂一给伤害 留下了扣子 但是夜兰一斤的剑缩 挂上了 我两下普攻能点吗 有自据 一滴难 没标到可惜 是的 来这样呃 来这样勉勉强强 能接受 打了个一换二 丢了条大蛇 一换三 还还行 哎这波 确实夜幕子是率先被留的 神经下来做一技能哈记 神经病能够吗 还不太好走 等过来直接留 对这波有时间差呀 是 蛇没打完 叶木子就直接挂掉了 现在复活神经下来 把对位的中路哈迪斯 直接留下 看一下 现在这个冰线的话 哎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回报 这个时候他们 对 他一个人是男人 这个杀心起来 这我 我 什么都不管了 这波我就被被你团灭了 我都要把这个蛇给抓了 知道 但是我这波回尺黑 每条是没想到的 因为鱼这个时候解封大招了 嗯 直接把扣的给进去 非常的可惜 扣的原本 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收割机会 很尴尬 直接跳进去的话 是跳到两个人中间 没有视野那一位 都有个锤子 上路冰线也进去了 但是就看 Aaron Gem 这条蛇拿到之后的话 怎么去运营一下 主要现在的 心腹大换是 预赚金比较肥 8000 确实挺肥的 对位经济有差距 姚湖现在想做事 很怕遇到这个预赚金 我看一下这个 Avenger是7000 还是8300啊 这都比对位的经济要肥 好 吓着他 我白金应该可以收 但是 这关键的比方 这一局分路是 轻机轻机轻线 那不太理想 一蓝这一波换血 是 调了一波鱼的状态 中路二塔可以直接推 天亮了 天亮了 上路这个冰线团的其实还蛮多的 但是下二塔感觉 可以想一拿吗 但是这一波 山头大技能变弯之后 一蓝这个位置 能走吗 进房子 还行 状态是保住了 是的 但上二被小兵给推掉了 上二这波现在给谁吃 玉转金吃 感觉是想给玉转金啊 是的 他已经回去了 养鱼战术 确实存挺多的 这时他现在就是肥 就肥的人更肥 虽然说接下来 如果这个肥的点被点掉 打的会崩 但是如果打成了 那就 无敌了 是的 吃一波 亲戚倒着来 这波吃饱了 啊 刚刚是9600 然后夜兰6900 确实 好 所以的位置 叶木子在给谁也 上鱼接着吃 这感觉一 这个叶木子可以跟着蹭一点 其实可以考虑稍稍微蹭点的 我让他修滚一下 那山渡就开始也 弹度有点不太够啊 但是可以多吃一点 现在他只要能扛了速的话 感觉鱼的输出 是有机会的 那是个大难受 那难受的是两个人头 给到小伟了 但是就 除掉那个防产 其他的头 其实总共就只拿了三个头嘛 嗯 两个人头是持平的 三千二 经济差距 射手位 这把他全拔完了 接下来 Iron Jam 只要死保住鱼就行了 注意 F好在这几波有天井下 可以靠大招技能 稍微去撑一撑 不至于会暴毙 规避比较关键的一波吧 技能combo 那么看一下下路 中路的兵线全部往过推 这边想要站一下野区的视野 给个伊林 伊林减速 这不想找推进机会 其实有点难 主要是想在这个位置 给F压力 在大蛇还有30秒刷新 感觉这条大蛇可能会 有点像伸服手的意思吧 算是他们打的比较温柔的一局了 确实 前三局是信列入伙 打的非常的 火爆 前局这个时间点快结束了都 已经打完了 对 好大蛇 十秒钟 我卡下视野 小伟手里是有白镜的 再加上天底下有房子 这一波elf 生存是有的 感觉输出从没摸呢 直接摸蛇 直接摸蛇 MMP走过来了 把小石头看一下 我给这波把人将人从侧边放过来 还要进去摸什么 一下扣着的位置 有水到 反手吧 一三 伤害不够 很肉的 这波安娜推到突然之后看一下小伟这个位置 哎 坏了 MMP 直接接蛇了 是 然后小伟这波没战斗力了 他已经翻盖了 这个蛇 可以 鬼只可以拿到 没办法的 小伟那一波我看到的是进场之后 第一玩水跳直接被打掉 然后 他就没什么战斗力 往后一退 MMP这个位置只能呈 呈 这死鬼 是 起手的话 Avenger是直接吃了 阿科的起手大招 吃了一套的 但是 与此同时 Avenger他们就不打了 反手回来直接看人 其实 这不其实能感觉到 因为温角 他是一个人扇刷蛇 就是蓄魂伤 靠被动就一直 瓢这个 大蛇血量 然后摸魂伤 是的 然后 这关键的是 从那个大蛇左侧的野区 L不通 自己上半野区能进来 感觉是 L1间漏了个口子 不能进来 确实 主体从那个口子是两边突人 如果不留那个口子 你没法进啊 对的 你 你没法进 他们这边怎么去反打 其实 也更多的还是 想骗你来打团 对 但上路的话 我们看一下 扣的是 去把现象清一下 这个位置 大家处理 非常的谨慎和稳重 看一下 阿科这波 有没有机会换个高地啊 有酒的呀 这白剑 顶不住 所以所以马绕魂伤 这个白剑都破掉之后 想发动动弓 我们主要反手巧下 小队朝北 这位就能顶住吗 变形给到 挂下伤害 声线能不能撑得住啊 点下大野 鱼疯狂的点大野 恭喜 恭喜阿恩 杰莫 赢下奔成 Bio的胜利 恭喜 哇 这队伍先行拿下温记之后 再更进 留下了 L负质的队伍 是的 真的 没有想到今天就 打破了自己的心魔 就是 什么什么血脉压制不存在 是的 而且确实 4局打下来 赢的3局都是 干净利落的 那这局可能时间稍微久一点 17分钟 是的 这是 今天的比赛 阿恩杰莫就是前两局 非常的果断 然后 很成熟 对 他不像以往面对 Elf那个时候就有点 束手束脚的 不敢打 今天就特别敢 对 真的 鼓个掌 确实今天干净利落 而且 很多队伍面对Elf 容易陷入到对方的节奏 但是今天的话 LNGM就是 我很有主见 我不跟你节奏走 那么甚至在BP位上的前两局 给对方放的一个坑是啥 研究透你的大乐玩 那我就继续想让你拿 确实 Elf其实也已经在调整 但确实最后这一局啊 就是狂点 那张大蛇被拿了没有办法 故意给你放了个口径来的 一旦检员 大蛇拿完 就直逼你高低 对 而且鱼这几只也确实很顺 这个选手的成长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这选手也是出道就算是他的一个高光期 对 但是在ACT的时候 打四宝以养鱼体系 然后再到后来来加入到LNGM 我们经过了一段的低谷期和调整 这个赛季 终于展现出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自己 确实 这个也是不断的积累和磨练当中能够产生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吧 嗯 质变了 嗯 今天还是蛮可惜的 哎 恭喜大家再次翻车 接受主持们 哈哈哈哈 我也是 哈哈哈哈 不过确实没有想到 我以为会 这就是 打盘 成功在第二轮的魅力 是的 你想象不到 我真的 很不喜欢这个环节 我很不喜欢猜 为什么 因为最近啊 我告诉你最让我伤心的队伍是哪两个 你两个 Oh My God和Aster 哎 这两个队伍的比赛呢 怎么说 不是这个赛季 不止这个赛季 不止 心长性让我翻车 我很难受 嗯 没事 我就没指望自己队伍 哈哈哈 很难过很难过 嗯 说回来 这也是摩托游戏的一个魅力嘛 是的 充满未知 好的 看一下这局的赛后数据 这局的比赛时间17分11秒 这四局比赛里时间最长 但是放在平均比赛时长里已经很短了 很短了 人头比是4比4 全场输出最高的是Wight的安娜 34470 嗯 其中多了一个人头是干嘛呢 是塔莎 哈哈哈 是文久的塔莎 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局 其实整个看下来啊 就是四局包括三局LMGM赢的 他们整体的经济曲线图 就很平均 全部都是从10分钟到12分钟开始 有原本经济差距不大 一下突然是拉开的 嗯 就这样的一个走势 你就觉得很奇怪 这也是他们可能相对来说 比较顺的一个节奏吧 而且LMGM这几局 基本上都是围着你下路在做事情 嗯 去搞你的下路 对 他们这个经济分配体系的话 其实分配的还是蛮好的 好小局最佳给到了外特的百 呃 哈哈 外特的安娜 外特的百米粥 哈哈 外特的安娜 012的KDA参战率50 参战比33 参转38.2 乘上20 这局KDA难看是正常的 因为就没有KDA好看的人 哈哈 因为人头确实少 对 呃 我看了一下KDA012 参战比33%就三分之一 是 嗯 确实 神志明的表现确实不错 安娜嘛 不能设计太多的 哎 他在团战里搅局能力 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的 好好看一下这局的高光时刻 好 看完上一局的高光时刻之后发现 这个镜头非常短暂 正常 总共就出了七八个头 是的 确实不错 嗯 但该说不错啊 Aaron Jam确实今天给我们 生动形象的演绎了一刻 就纯打运营 就现在就非常有意思 你Aaron已经奥演技 你研究它 研究明白了 你三比零一年 那我今天回去研究你 这个叫唐环补禅 黄雀在后 黄雀在后 对 就是你昨天可能你们 这个比较激烈的一场大战 是 殊不知台下人也在观察你 尽收眼底 对 然后LF其实今天也没有漏太多东西 没有 他们其实只是针对了 就是Aaron Jam跟LF这场 对决段很明显 我就是针对你昨天的打法 而产生的一个应对方式 对 还是那句话 就是现在每个队伍的成长 都是非常的快 也非常巨大的 所以LF在以往一两年里 就是形成了一个统治力 在这个赛季 就有些松动和动摇 没有那么稳了 也正常嘛 全怕少壮 就是每个队伍到这个阶段了 从以往的就是萌新 嗯 现在逐渐变成队里的青年柱 嗯 中流底柱嘛 都成熟了 对 都成熟了 成长得很快 嗯 所以现在LF他 想要再恢复以往的统治力 可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嗯 对吧 他们 他做调整 而且感觉今天LF的失利 还真不是因为自己失误啊 真的是LNGM打得有点太古断太好了 确实 他们今天这个节奏呢 就是有点环环宣扣的意思 嗯 我根本不太给到你反应的机会 你看他们今天基本上就是 刚到十分钟刷大蛇 只要我一有机会我就拿 哪怕我硬着头皮去拿 是 我也要跟你去抢 我也要跟你去搞一搞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感觉也是 LF今天输在哪呢 其实就是输在别人对他的研究 研究透了 嗯 就是一套大蛙体系 是让他们确实在某一段时间里 无往无利过 然后也拿下比较关键的大厂 但是 成也是他 败也是他 那么闷起来了 今天大厂结束后 有没有人研究LNGM呢 可以期待一下 有没有人研究这个犬神呢 犬神 LF今天就很干脆 我给你搬掉 搬了 甚至玩了两局 让我伤心的大蛙蛙 我不玩了 但是你也别想玩 对 这个凤凰虎 在前两局的货胜当中 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好 把画面交给主任陈欣 看一下本场的赛后采访 好的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陈欣 恭喜LNGM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 辅助选手金娃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RNG的辅助金娃 欢迎欢迎金娃来到采访期啊 哇今天也是恭喜你们成功的复仇了LF 非常漂亮的赢下了今天的这一分啊 想问问你现在心情怎么样感受如何 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吗 你现在好平静啊 很开心很开心 很开心 我吸取了上次打F的教训 然后然后去优化 然后真的就打好了 嗯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一直在说 LNGM好像遇到LF 就像遇到心魔一样 想问问你们这一次面对LF的话 自己的心态啊 或者说其他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想着输了也不亏嘛 对吧也不差这一次了 赢了的话就血赚嘛 就是打架就完事了 所以今天其实大家的心态 都是比较放松的对吧 呃那还是很谨慎的 对对很谨慎的 对在心态上可能比较放松 但是今天在打法上真的是非常的谨慎啊 每一波都处理的非常细节 那接下来其实聊到我们上来第一局 看到下路你们就拿到了青蛙 加上凤凰火的组合嘛 当时的鱼的青蛙先拿下了盛气楼 再拿到大蛇 哇当时抢完资源之后 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有没有宽化他 呃夸的话回去会夸 对先打的时候呢还是得谨慎一点的 对嗯回去再慢慢夸 确实还是要保持赛场上的稳定啊 那接下来也是想跟鱼 今晚聊一聊就是在我们队内 鱼的这个青蛙现在是不是评价特别高 天选之蛙吧运气还是可以的没有很差 哇这个称号还是非常的气势十足的 那看到最后一波其实你们下路推高地的时候 当时也是千机先背开 犬神加上你们下路双人组是直接越高地去追啥 那一波是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追的这么果断 嗯因为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就是想的打架 因为也能扛就直接杀呗 非常的果断啊就直接冲上去了 那今天今晚的一个凤凰火我感觉操作特别的亮眼啊 想问你自己对于凤凰火这个世神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为什么你每次都能拉到这么多人 就是就可能就手感好吧 就打架不要怕就完事了 不要怕死了也无所谓 哇就要这一股不怕死的精神就勇敢往前冲对吧 而且我听到你们其实在现场的一个沟通也就是 啊炸案往前冲就完事了 对内现在的一个这个氛围 是不是你们的主旨就是今天是来打架的 对的对的因为怕就会输嘛 就爱拼才会赢 嗯那第二局还有一波其实也是比较危险 当时呃比安花这一边是先阵王嘛 而且看到你们的前排鬼使黑加上狸猫的状态 其实并不好啊 那那一波团可以说是四打五是怎么打赢的呢 因为我们上单夜幕子开的很好 机会找的很好对 然后我就是侧应他 侧应他配合他就可以成功的拿下了团战 确实可以看到今天LMGM的一个团战的配合 太默契了 总是能够接上控制链 然后秒掉非常多的人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在第四局吧 第四局看到上来 你们下路就追杀这个天井下 都追到二塔去了 为什么这么执着 今天怎么打的这么凶 因为就是爱拼才会赢 还是这五个字今天的主要任务 好那后面还有一波 其实二舌的时候感觉你们又处理的非常的谨慎嘛 因为其实一舌的时候那波团非常的惊险 差一点点我感觉那条蛇拿的是比较的刺激的 有没有想过那条蛇万一被抢了怎么办 当时肯定没有想被抢 就是想的抓掉之后 然后经济高起来就好了 然后AD 因为第二条蛇的话 我们AD经济很高 然后对那沟通说打架就好了 不用冒险抓蛇 然后人进来我们就直接打架就好了 不抓蛇 感觉现在LMGM的一个整体思路也是打得又稳又凶 看得出来真的是和第一轮他们的一个表现 完全不一样了 那今天也是非常恭喜LMGM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 感谢今晚接受我们采访 那我们的采访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 接下来让我们稍时休息 一起接待下一次